哎 媳妇 我现在发现 你怎么也不翻我手机了 又不离婚 那么认真干嘛 有时间啊 还不如多想想我的乳腺 衣腺 嫁妆腺 现在啊 这个腺已经没了 我觉得吧 再气坏了哪个腺 都不知道 你现在看到倒挺开的 可你之前 对我可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攒够了失望之后才发现 像我们现在这种状态啊 才是最轻重最自在的 我还你单身的自由 电话不打 信息不查 行程不问 我们不再是爱人 只是孩子的父母 这段婚姻能坚持下去啊 也只是因为 我不想我的父母一把年纪 还跟着我操心 不想让他们在街坊邻居面前 没法解释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缺点少鸟 以后啊 在他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有的人自私 他活的是他自己 而我不是 我的心里装满了 所有和我有关的人 包括你 我们结婚十年了 我有无数次 都想立马和你离婚的冲动 每一次都是因为一些 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让我在夜里委屈 崩溃 枯湿了枕头 然后再治愈 后来我就再想 既然没有爱了 那你就给我 能挣钱就挣钱 能干活就干活 能暖床就暖床 过尽其用就好 要么钱回来 要么人回来 那要是两样 都回不来的 那我就要 当丧偶 简直太爽了 那你现在 把我当成什么呢 挣钱的 干活的 暖床的 你记住 这个世界上 没有离不了的婚 只有一次次给你机会的人 谢谢